大家好,这是报文电影,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黑手党3这个游戏的攻略 上一集收编了维托,也就是二代的男主角 现在出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地区,在河岸区有两个主线任务需要完成 那么其中有一个主线任务,先看看这个 哇,就这么近啊,我还以为有多远呢 不用开车了,直接走过来就可以了 工作人员回到职务 可能,肯定是否资料是任何好 我经常打托优优优优独播剧的人,Andy Toretto,为联合联合 但现在那个CoyonGreco给了Andy伟优优优独播剧的人 给更多资金 你不赔,你不得了工资金 这个任务是工会的任务 工会中间人 那么你现在呢是要把这个工会给收编了 来先看一下地图 那么地图上出现了几个点 看到这几个点了吗 这个就是这个任务的支线 把这个三个点都给 他叫破坏工会的板房 也就是说把这个板房这有三个点 把这三个点全都给解决掉 就可以了 首先咱们先去东北角那个工会的板房 哇 不好意思 创造了 这是什么车 红车 上面有一个钱的符号 看来他携带的非常大量的现金 好那个到了那个厂房呢 我在周围转了一圈 那么发现了一个后门 这个游戏呢 你可以直接往里闯 也可以走一下这个隐秘的路线 来完成任务 所以 这儿有一个后门 所以你可以从后门进来 再完成这个任务 有两个人在说话 看一看要不要干掉那两个人 说这么半天话 每次我吹手口哨的话 我就怕他两个人全都过来 全都吸引过来 那就惨了 还好这一次吹 一个人过来 干掉他 那么根据地图显示 目标就在这个房子里 目标就在这个房子里 我得进去 我靠 后边刚过了一个人啊 看这人是个民工 不是敌人 他对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看看能不能进来 进来这个人 直接干掉 哇还是打草惊蛇了 看看 啊在这上面板房这装炸弹 赶紧逃走 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逃走 赶紧逃走 赶紧跑赶紧跑 好那么现在我去另一侧的办房 看地图显示了吗 就是 他这 我已经解决了一个板房了 还有两个板房 那么地图上有骷髅头的这个点是工会打手 也说你可以干掉他们 好那么现在我找了一辆车来到了 西北角的这个厂房 这车够破的 那么他的大门口有很多人 你要进去的话打扫金蛇 那么这个板房就在这 好像好像有人发现了 发现我了 靠近周地一见人 好干掉 屋子里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 有一个人好像过来了 但是我看不见他 不管了直接进去 走你 按啥调 他在这装一个炸弹 出来 好炸掉了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厂房就可以破坏掉了 在这先 掉头 我靠 跑什么跑啊 这个民工 他就有人朝我射击啊 沿着这个路走啊 沿着这个路走 好让我看下地图 好让我看下地图 难度也会减少 好那个打手在那 看这个标志上有一个骷髅头的 那就是打手 看一看 要不要冲击 要不要冲击就直接杀掉他 要不要冲击就直接杀掉他 在这吧 好干掉 干掉这个打手之后就可以走了 这么慢啊 这车 太慢了 车 轮子好像坏掉了 还是怎么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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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看 好 从这走 快了 哇 两个人都吓了 看玩笑 都发现了 都发现直接干了 Jay 我靠正安炸弹你过来 听你的 安好了吗 好像安好了 赶紧走赶紧走 好那么 三个板房全都给炸毁了 再看一下地图 这样先把这个 把另外一个打手工会的打手也解决掉 算了 把最后一个打手解决掉算了 那么 好 另外一个打手地区 因为你把打手解决掉之后 就可以轻松的 完成这个 就是打这个任务的boss的时候 就会轻松很多 所以我还是 提前解决掉那打手 这个车确实是够破的 不仅速度上不去 而且控制也很难控制 不应该选这么一个货车 这车就是因为 可以直接上去 不用 不用打破车窗 打破车窗还得被人发现 好 好 那么应该就是在这儿了 这就是那个打手的地方 看是一个骷髅头了吗 这些工人在这干嘛 这么多工人 聊天 那就是打手 不然是打手 好像在打人呢 好 在虐待工人 准备好武器 我还是从这一侧来 因为从这一侧过来的话 离这个人近 我从刚才那一侧 得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很容易就被你发现 你干掉一个 就在这儿呢 直接打死 再让你略带工人 我靠 好像我被打死了 我靠 不会吧 不过好消息是 我虽然被打死了 但是 我依然完成了 刚才那个任务 所以我回到 之前的这个地方 和这个人再回来再交谈 我 是 是 对 Xandy Toretto's down at the dock union demanding to know who's been stopping his people from collecting dues think he tipped off Greco to what's been happening nah not on Andy he'd probably see Greco in the ground next to you if he could 但是他是个笑人 如果他有一个工作 他会做得好 悲惨的状态 然后 Anda 会变得更糟 告诉小伙子他们会回到工作 好 那么现在应该是 要打这个任务的boss了 看这个车能不能上 直接能上 爽 这个车还是 这车比刚才那车好多了 这起码是个新车 而且速度还挺快 刚才那个车叫什么车啊 太破了 然后你车我感觉好像是 从那个修理厂 报废的那种 那种汽车也拿出来 而这个车爽 这个车很有个性 小卡车 好 那么这就是目的地 看一看 这有两个人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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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谁费的 这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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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备还是挺多的 所以从这里直接闯进去 并不太好 绕一绕 这是什么 好 剪一下 顺便剪了 这好像是保险丝 你可以窃厅用的那种 那个东西 必须得需要有这个东西 看一看绕到后边 又没有什么路 可以进去 继续在这边啊 继续在这边啊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画面做的确实实是非常的美 就跟真的一样 嗯 好 发现了一个门 看来是可以从这里走后门 走后门 撬开 把这门撬开 把这门撬开 我听到这有人说话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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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有两个人 好在他们说完话就 走了 先干掉这个 还有一个人 这个口罩吸引过来吧 哇 这么多的 全都是钱 这还有一个人 那么把他给吸引上来 干你木 好 另外一个人没看见 这有一个假 顺便穿上 防单背信 那么然后再把桌上的钱给捡一捡 看怎么对付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给他吹口哨吸引过来 好像这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我应该把他给干掉 因为他的正面正对着楼 就是我要进去的楼 就是我要进去的楼 所以他会 如果我从我进去的话 他肯定会看见我 所以我要把这个人给干掉 走 走你 我靠 我靠 惊动了哨兵 去你的 开打 干 射 射射射射射射了 射射射射 头额 sal 这是还有一个听到枪声过来了 好像没有 那个头目应该在上面楼上 现在要找到怎么上楼上 先把钱拿一遍拿一遍 这也有钱 死胡同 发生了什么 给你枪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正好撞一个正着 马上上楼 这一个 走你干掉 好这就是目标 吹你打 一枪 一枪干掉 一枪干掉 直接干掉了 没有收编啊 没有收编的选项 直接干掉 什么事 没有 我带上 等我 我说 我说 我不是 那我带上 我带上 我说 我带上 正式占领这里 那个维托 让他直接 得控制住了 我认为这张图是在约3厘的 但这不一定是这样的 而是 胡佛并没有连接到 那是以前1957 所以我们真的不在约3厘 上人像是VittorioScaletta 到后来 我们知道他在军亚二 和做了六年纪秀 为负责业和载购物的产品 它是在书产的认为 他是一名的 成员的 Falcone family in Empire Bay 但他也是一位死亡的死亡 Don Carlo Falcone 如果他杀了Don Vito应该有朋友在高层的地方 因为他允许生活 他也被逃避了 而被逃避到这里 而公司认识了 Sal Marcano 让Vito成长 给他准备了 好 那么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合伙人援助刺杀小队 刺杀小队 哦 就是你打的时候可以叫人 好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